好創下剛剛看到是國境媒體高度關注 習近平視察了火箭軍 習近平這幾年一直面對著美國講的 要太平洋威懾倡議 所以習近平現在要反威懾 所以他特別跑去了安徽火箭軍61基地 去視察火箭軍 而且要把這個資訊視頻給放出來 然後他這裡面針對美日的意味非常隆重 非常濃厚也針對台灣 因為14號的時候不是歷屆2024B嗎 15號的時候 他就跑去離台灣很近的東山島做了視察 17號就去視察這個火箭軍 然後國際媒體就去看 那個整個火箭軍裡面特別重要的是 看出來他在視察的那個火箭呢 那個飛彈大概是東風26 東風26呢射程大概是5000公里 但是他有個特殊的姓氏 他可以末段自動導引 號稱可以擊中在海面上航行的船隻 而且可以帶核彈頭 然後這裡面當然就有一個針對美日的 戰略威懾 而這戰略威懾習近平也特別要求這個火箭軍 61火箭軍呢 一定要增高危機意識 要全面做好煉兵備戰的一個準備 但是他這樣一個東西對美日對全世界有沒有威懾 不一定但習近平接下來叫威懾 共產黨威懾火箭軍 因為他講完這段話之後後面馬上加了一句要求火箭軍全體官兵要嚴肅查處官兵身邊的腐敗問題和不正之處 那為什麼就是因為我們知道從去年五月開始 魏凤和啊一路了下來已經呂玉超什麼總共已經有八個高官 火箭軍高官因為貪腐問題被處理掉 而且前一陣子呢 連他們的一個火箭專家叫做孝龍旭的也被拔除掉政協委員的身份 而今年一月的時候還有個王小軍 那這樣整個高官家在清查之後習近平也過去是等於是安定軍心 然後安定軍心以外呢 他特別的這次帶來了新任的不是火箭軍出身的新的火箭軍司令跟頭視察 代表著就是說現在這個火箭軍已經有一個新的一個掌控了 那這個掌控之下人家說到底他現在火箭軍的高層是不是清理完畢了 還是說還有後續大家也在觀察看 但是習近平對內呢 其實現在這個殺氣是越來越重 因為這發現了這五天裡面呢 三個高官都被習近平判了死緩 這死緩一個是與人行原來的原副產長 副行長叫做范逸菲的 說他貪污了3.811人民幣判死刑 暫緩執刑 然後呢西藏政協副主席說他貪污了2.25億判死刑暫緩處理 然後呢遼寧的副省長監控安廳長呢 貪污了5.55億人民幣判死刑 死緩 所以整個這個死緩裡面整個威懾的一個情勢呢 又變得是非常的嚴肅 然後後面呢就回到了大家也在關注 到底他為什麼突然之間發動了利劍2024B 然後這裡面呢發現說他在發動這個之後呢 同時金小胖呢 北韓呢也去處理了一條鐵路一條公路 他們說這個東西是不是在做一個測試 測試美國 如果東北亞和東海同時出事的時候 你美軍有沒有辦法同時應付 哈囉大家好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按下小鈴鐺